小罗出品必属精品 各位好我是小罗 本期来看到新英雄萨洛特 我兑现的是吕布 先一技能放过去 打三个小兵以后杂素后拉 萨洛特立即是很弱的 真的阿吉就有了日的飞跃 因为通过一二技能 就可以打出被动七星光芒剑 这个被动是有免杀和斩杀效果的 对面来抓我了 看我走位 回头走一杀 躲现晕 二技能位一开溜 就他这么一溜溜我都没死 这技能说天美对新英雄格外眷顾 不好状态出来 用一技能打野怪 加速走上去 小兵过来了 二技能叠两层被动 二技能变量的时候 实际是非常短的 所以利用二技能叠加三层被动 打出七星光芒剑 打完一套就要撤退 等技能吸低 技能好了 再反手打回去 现在若话一开 呃女部都怕我 因为我技能吸低短 连着他来打 打出被动 他就被我送回家了 这个时候对面打野过来了 我一个二技能过去 刚好打死 大招一按 罢提免三杂击飞 再一个一技能过去 被动又出来了 萨罗特上手比较简单的 差不多就是有技能按技能 打出被动七星光芒剑就行了 第二次的话 继续对线里布 里布虽然打真实伤害 但是在前期 我根本不怕他 打出被动七星光芒剑 小兵就长血了 王萨罗特要的就是技能两招 凭借我技能吸低短 瞬间打出两个被动 里布再次回家了 第三次看到他 我先往后拉 等他出场 这个时候可以用一技能消耗一场 往后拉的同时 看他追过来 再二技能回去 接大招击飞 然后打出被动 再一个二技能戳 再一个一技能脚 以后二技能戳 被动又出来了 对面反思过来 我二技能急急走过去 小兵就急线开大了 这一波我有点趟了 我以为我有大招八体 能打得住一星的大招控制 结果在他的大招里面 我是非常难受的 最后的话 只能两个阿联萨 不过出来 我知道对面红须反野 王萨罗特的时候 不要联系他的大招 反正有技能按就行了 他的大招伏地也很短的 这一局最恶心的就是航星 我反而也 他居然过来直接收了 遇上这种队友 我正想一键戳过去 两点拿过来 我一技能出去 阿联萨一拖 回头大招一按 被动又出来了 操作他的大招和被动 有着免伤效果 所以在打炸的时候 根本不用慌 只要按照你的思路 快点把被动打出来 就王室了 你看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呢 接下来的话 看到最后一波 迪不迪就被我打到怕了的 反正我R比较司机短 跟着他屁股后面戳 被动一出 他又死了 这边只剩两个法师 要队友跟上 这一波问题不大 好了 本期先到这里 觉得不上的朋友们 记得点个赞 订阅从即将上下 小伙伴们记得入手哟 拜拜 拜拜